现在地震已经发生了 那大家目前都被受困在瓦砾堆中 新北三下中原国校老师杜沛书宣布地震来袭 周游竞赛命选一线正式开始 学生分成救难队跟受困者 救难队得抓住黄金72小时 从代表倒塌建物的黄色小板子中 找出受困者的位置 校长黄梦惠表示 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防灾知识都在游戏之中 玩周游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很轻松的就把防灾的知识 内化到他们的内心里面 那所以当我们在做防灾的演练的时候 那其实他们就很自然的 就把这样的一个防灾的知识 就落实在他的生活当中 开发周游的杜沛书老师担任主持人 随机抽卡模拟救难时的天气状况 以及是否出现协助搜救的救难犬 跟生命态测器等 更让救难队感受时间压力 很紧急 各位有听过黄金72小时吗 他们在游戏的过程中 我也希望他们体会到救援的困难 还有现场气候因素 然后造成这些救灾的困难 所以我就是一并把它模拟进去 他一次只能挖掘两个地方 或是搜索两个地方 所以各位要想办法用自己的能力活下去 而受困者队则用小白板呈现不断降低的生命值 以及根据受困者是老受还是状年 也有不同的生命值起点 最重要的是设计有水或手电筒等物品的紧急避难包 希望学生知道该准备哪些物资 当灾害来临时难派上用场有效自救 我们自助互助工作的比例 因为我们现实遇到地震灾害的时候 会是7比2比1的状况 所以特别凸显了说 我们自己准备这个防灾物资的重要性 地震的时候需要准备防灾包 然后防灾包里面有一些必要用品 然后这样存活的几率才会比较高 做好防灾 就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一定是那么幸运的 就是被救出 关于地震来临的种种应变 中原国校透过桌游课程 让防灾教育向下扎根 生硬的知识变得更有趣 记者梁安静的女生三角报道